这位谢霆锋的哥哥就是张卫健了,许多人不知道张卫健可以成为娱乐圈内的一员真的是命好,受到许多香港的大角色扶持。 比方张国荣和迪波拉,听说张卫健家境向好,闯恋香港娱乐圈之后,就结识了迪波拉,后来由于联系好张卫健就认了,迪波拉对干妈,从此成为了谢霆锋的哥哥,而且张卫健和迪波拉两个人并不是故意,秀出的好联系给他人看的。 在张卫健和妻子江西举行婚礼的时分,迪波拉就以干妈的身份参与,张卫健还在婚礼中为迪波拉下跪敬茶感谢恩惠,你是我娱乐圈的第一个妈妈,你叫我许多工作也很照顾我,我人生中第一次吃生蚝,都是你请我吃的,我今后也会好好演戏,好好帮你看着霆锋,做一个好哥哥,看不出来吧? 原来谢霆锋和张卫健之间,还有这么一层兄弟联系,但其实两个人出道以来也写作过许多影视作品,最出名的就是《小鱼二女花无缺》了,不过在十年前张卫健的人气的确要比谢霆锋大许多,由于他拍照了许多古装电视剧,都是经典协作的女艺人也不计其数。 如今谢霆锋一句人气高,而张卫健却很少有戏的拍,真的是令人唏嘘了。